封冰箱北回归县地标公园对面棚架摊贩 21号的凌晨3点多传出了火警意外 由于现场摊贩足价凡不等毅燃物品 火事是一发不可收拾 正拍大约4到5个摊位物品全都复制一具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身材器具全都烧光 摊贩业者也欲哭无泪 暗夜里仍可清楚看见大火猖狂肆虐吞噬整排 摊位设施 到达现场后发现火事已全面燃烧 无人员受困伤亡 封冰车主立即部署水线抢救 顺利将火事扑灭 封冰箱北回归县地标公园对面 这一整排棚架摊贩 21号凌晨3点多传出火警意外 激活通报的警销单位出动救灾救护车辆 警销以及多名益销现场铺设水线 全面灭火救灾 但由于现场摊位多数易燃物 或是一发不可收拾 整排摊位物品设施 全都复制一具 摊伤民众与苦累 我大概比较便宜啦 大概20元出头 20万左右 对啊 股价啦冰箱啦东西这样的 40多万 包含因为我刚刚进货嘛 刚刚进货 然后货都还没有开始销出去 所以就这样烧火了 当然是他们的所谓的 因为为了生存嘛 冰箱这个这几个都烧掉了嘛 所以一些用具也烧掉了 所以能不能写事我就不知道呢 有没有外面的资源 我也不知道 也希望有啦 一早也到场关切 并慰问受灾 贪贩业者的乡长邱福顺 对于火灾意外 造成损失深感遗憾 在合情合法范围内 也将全力提供协助 这次的火灾事件 那我们后续的部分 我们公所会全力的来 给予协助 那我也希望能够 这个受灾复的部分 希望他们很快的度过这个难关 暗夜的这一把 无名火不仅烧光了 摊反射施设备 也烧出了北回归县地标园区内 谈反乱象的问题 未来该如何辅导解决 考验者主管机关的智慧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道